糖尿病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就是因為氧氣不足 造成體內的糖不能夠被燃燒利用 因為糖的利用一定要有氧氣的產品 癌症患者之所以會得癌症 就是因為體內自有機的大量形成 而自有機的形成 其實就是因為缺氧所造成 很多人經常投膺 很多人經常感覺體力不足 說到底也是因為缺氧 你有沒有發現很多人待在這個寫字樓裡面工作 空氣不對勁 很多人一邊工作就會一邊 怎麼樣 打哈就去 打哈就去 這個動作是什麼 這個動作就是身體缺氧缺得很厲害之後 身體被迫把你的嘴巴撬開 然後啊啊的逼著你吸一口氣 所以實際上你的身體對缺氧是很緊絕的 遺憾的是呢 很多人面對壓力的時候 不是提供身體氧氣讓身體放手 而是採用了使身體更加缺氧的動作 一緊張就不呼吸一不呼吸身體缺氧 一缺氧身體心跳不得不加快 各位知道心跳為什麼要加快呢 因為心跳加快才可以加速氧氣的功能 所以你會發現你一緊張心跳一定就加快 可是不是你的心跳加快了 而是你缺氧逼使你心跳加快了 對嗎 所以對抗壓力很重要的就是如何解決氧氣的問題 從你的生理的角度來講 對抗壓力的關鍵就是讓身體保持氧氣的正常輸送 可是這裡有個關鍵 我們看到許多人壓力一大累了 他就會想睡覺 我們看到很多人壓力大 他就會經常眉睛打採 然後閉著眼睛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因為當你壓力大的時候 你的身體沒有足夠的能量來面對壓力的時候 他就會選擇關閉身體的多個器官 所謂的無精打採 實際上代表了你身上的各個器官 關閉了 想要停止運作 以減少身體氧氣的消耗 睡眠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當你睡眠的時候 你的呼吸量要求就不是那麼大 這個時候呢 你全身都沒有在消耗 當你躺在這個船上的時候 你的氧氣消耗減少 那麼你身體呢 就可以有更多的能量來進行修復 所以我要教各位一個動作 這個動作呢 是減少壓力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秘訣 經過幾年的研究 我發覺所有緊張的動作都有一個共鳴的表現 那就是緊閉的嘴 緊閉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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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人們只要一閉嘴 不管以什麼方式閉嘴 就會感覺到一種淡淡的壓力形成 可是呢 如果倒過來 我們把嘴巴張開呢 各位試試看 各位試試看 如果你能夠把嘴巴張開 而且又同時生氣 不知道你做得到 你試著把嘴巴張開 然後生氣 很生氣 你發現很難做這個表情嗎 很生氣 或者很壓抑 或者很優異 都很難 因為嘴巴一張開之後 身體就放鬆了 不管你張的是大還是小 只要你嘴巴張開 你身體就會相對放鬆 我注意到所有身體容易犯慢性疾病的人 都有共同的習慣 就是經常很嚴肅的閉著嘴 嘴巴跟鼻子 實際上是一個通分專制 假設我們把那裡的窗戶打開 而這裡的門不打開 實際上是不會形成分的 只有當把那個窗戶打開 這個窗戶也打開的時候 分才會形成對流 同樣的對你的身體來講 你開了兩個鼻孔像個窗子 可是如果你嘴巴不打開 它不會形成一個很好的回流 當你嘴巴一閉上的時候 各位都可以試一下 你嘴巴閉上 然後深呼吸 吸不到什麼氣 很短 呼吸的線很短 儲存的癢很少 可是如果你嘴巴張開 然後用鼻子吸氣 你可以吸很大的一口 為什麼 因為這個通路是暢 你注意看一下 所有性格內向的 基本上都是 殘年累夜 嘴巴緊閉的 性格內向的人 也是那些 不太願意擠手發炎 不太願意 實際上是它能量不足 不是它能量不足 而是它缺乏氧氣 我相信呢 我們不太可能完全避免所有的壓力 但是呢 我們可以避免壓力所帶來的傷害 所以這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夠理解說 壓力對身體的傷害程序是怎麼樣的 壓力呢 它是從不同方向對身體造成影響的 我打個比方 比如說當你揍起眉頭盯著我看的時候 這個動作呢 相當於你把這樣的神經組織 以及你的肌肉拉緊 這個時候呢 身體還不會呈現出損傷 不過呢各位知道 如果你把你的肌肉一直持續的拉緊 你一定會感覺到 你會有損傷的感覺 打個比方 每一個人把手上很輕的東西拿起來 你會覺得這是很簡單的事情 可是如果你持續的一直拿著 然後呢 你一直不斷的這麼擠著 我想二十分鐘之內 你就會擠不動了 對嗎 那為什麼會二十分鐘之內就擠不動呢 我們來看看 我們只對這個氣球施加同等的壓力 相當於我們皺著眉頭 然後持續皺著 這個只是一直持續 力量是一樣大的 只是不斷的一直持續 然後呢你的肌肉跟著收緊 你的骨骼呢 在肌肉的帶動下呢 開始呢被壓縮 甚至呢擠壓到某個範圍 產生肌柱的變形 然後你的神經呢 也在肌肉的帶動下呢 拉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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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假設我們現在就放鬆 假設我們在撕蛋的時候放鬆 很可能呢 這個氣球呢 還不會有任何損傷 就像你的細胞 你的組織 在即時的得到換鬆之後呢 它的損傷是不大的 如果你能夠進行 適當的營養調整 飲食調整 可能你今天晚上睡一覺 你就會從皮件當中 又恢復正常 可是呢 如果呢 你的壓力是一直持續的 而且有不同的壓力疊加起來 那麼我相信呢 事實上 你會看到 當你聽到這個聲音的時候 你也產生了一種壓力 這個壓力會使你的肌肉 迅速收緊 然後你的血壓迅速上升 然後你的血液流動速度 迅速加快 這對你身體來講 要做完這個動作 是要消耗到大量的能量 同時也消耗掉你身體大量的養分 假設你不能夠及時把身體 在這一刻消耗掉的東西補充回去 那麼 實際上你的身體已經受到損害了 如果 我們明天的這種時候 還遭受另外的壓力 比如說明天你出門 遇到的噪音 比如說你正在睡覺的時候 隔壁的人一直在敲 這個 維修在敲牆 空空空空 每敲一下你的心跳 可能就加快一下 每敲一下你的心情 可能就煩躁了一下 每敲一下你就會感覺到 越來越緊張 越來越想跟他吵架 打起來那種感覺 可是那個過程 其實為什麼你會感覺到很煩躁呢 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你的身體養分消耗的速度加快了 壓力最大的損害有三個 第一個 就是由於長期造成肌肉神經骨骼的收緊 然後呢 導致損害 第二個呢 就是身體的養分流失了 第三個呢 就是把身體的能量迅速的消耗掉 好了 我們來看看一個標準的壓力反應程序 首先呢 第一個程序呢 就是不管你遇到什麼壓力 你首先會做第一個動作就是 使你的肌肉和神經收緊 然後接下來就會產生一種疲勞 當疲勞一旦產生之後呢 你的肌肉可能部分組織呢 都開始受到損傷之後呢 由於老損 沒有辦法適當的再放開 就像呢 我們拿一個橡皮筋 當你拉緊的時候 如果你放開 你還可以再拉緊 可是如果你聯繫拉緊 拉的時間越來越長呢 彈不回來了 對不對 一旦彈不回來 對你的身體來講 我們打個比方 如果你做這樣的動作 一直做這樣的動作 剛開始你可能不舒服 因為壓力 可是你慢慢變久了以後呢 背後的肌肉搖損了 從此以後呢 你可能坐著站著 就有一個歪的姿勢了 那這個只是你在外觀上看到的 在內部結構來講 你的血管會因此變形 你的骨骼會因此變形 你的血液輸送 會因為你的這個變形 而受到阻礙 因為當肌肉收緊的時候 會壓迫到血管 會阻礙你的正常血液循環 所以對於那些 尤其是女孩子 體能比較差 經常手腳冰冷的人來講 本來她的血液循環能力就比較差 本來她肌肉的強度就比較差 如果她在經常緊張 經常處於一種壓力持續狀態 那麼她就會經常出現 微循環不好 我相信很多女孩子都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時常告訴她 你的微循環不好 你的血液循環不好 實際上呢 血液循環不好的三個因素 第一個能量不夠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你的血管受到了擠壓 造成呢 某個組織得不到正常的養分供應 第三個呢 就是你的血壓偏低 使得你身體沒有足夠的這個壓力 幫助你把這個血液輸送到全身各處 血壓的作用就是幫助身體 把血液輸送到全身各處 所以呢 這是壓力上 在壓力之下 所產生的各種影響 好了 壓力所產生的影響 在體內的化學反應來講 會產生的反應是什麼 它是首先呢 當你有壓力的時候 所以我經常看到很多人 他時常自覺不自覺的 把自己處在一種壓力狀態 好 好像我看到在座的 在聽課的時候的那個表情 基本上呢 你只要這個表情持續到 一個小時左右 你馬上出現的第一個反應 就是缺氧 無論你多想聽我的課 你覺得這堂課多好聽 你忍不住就會 做這個動作 因為你缺氧 你缺氧之後 你身體就被迫的 想把你的嘴巴撬開 然後逼你多呼吸 所以聽課的關鍵 包括上班的關鍵 就是你要一邊聽 一邊呢 時常讓自己放鬆放鬆 然後時常沾大嘴巴 深呼吸 時常不停的 讓自己有一點活動 時常能夠笑一笑 我教大家一個方式就是 學會傻笑 學會發自內心的 無端端的沒有任何理由的傻笑 就是笑 第二種方法就是 無端端的唱一些 誰也聽不懂的歌 你看那個 信這些福教的人 他們經常 會練 其實她也不懂的 這些是什麼意思 但是最重要的是 當她能夠不停的放鬆 rather 她沾著嘴巴放鬆的時候 她相對來講肌肉 不是那么紧 有很多的咒语 其实这些东西没有任何意义 练这些东西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练这些东西的 发出的声音 以及整个肌肉的放松 对你是有意义的 所以当然你不需要练 你也不需要练这个 你可以说 我很爱林海峰 或者你很爱这个 都可以 实际上只是 令到你不要长期专注于某样东西 你专注完一段时间之后 你需要放松一下 把自己的 这种思维情绪 放开来一下 然后再放回来 就像我们刚才的气球 当你压到有点厉害的时候 你把它放回来 放回来 不过呢 即使是这样 身体内由于压力 所造成的反应 还是会有一定的损伤 需要去修补 压力在身体的发出反应 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首先呢 当你一应急的时候 打个比方 我现在做一个动作 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压力 嘿 OK 那当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很多人马上的吓一跳 你看他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 做这么一跳的动作 这一跳的动作 很显然 他的肌肉迅速收紧了 然后他心跳迅速加快了 然后他的血压迅速升高了 然后他的血液循环迅速加快 从而令到他的脸 一下子红 一下子白下来 那么当他的脸 一下子红 一下子白下来 这个过程 身体内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首先当你听到 那一下子的声音的时候 身体迅速的 从脑下垂体 分闭荷尔门 这个荷尔门呢 叫做促胜上腺素 是个专业名词 然后呢 当胜上腺 接到这个促胜上腺素的时候 他马上又分闭了 另外一个腺素 叫做促甲状腺素 这为什么会有 这三个反应呢 第一个是身体通知 让圣上腺做出准备 准备调集身体的能量 来应付现在发生的事情 因为在自然界里面 所有的动物 随时都要面对危机 有时候呢 可能一只小兔子 正在吃草 突然之间听到 背后有老虎的 噢的声音 他必须马上的跑 一秒钟都不能停留 因为停留一秒钟 就有可能被吃掉 所以他必须有一种能力 就是迅速的 掉机身体所有的能量 然后迅速的逃离现场的能力 而掉机身体的能量的动作 就是让肌肉收紧 让血液循环加快 让心跳加快 让血压迅速升高 而这个动作的完成 就是由体内的荷尔蒙分闭来完成 老虾垂体 肾上线 甲钻线 可是呢 这里有个大问题 身体如何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内 收集这么多的能量呢 我们在身体里面储存的这些养分 一般来讲 要么储存在血液当中 要么呢 就储存在肝栈当中 叫做肝糖 要么呢 就储存在肌肉当中 OK 假设呢 身体迅速的掉机养分 最容易掉机的在哪里呢 第一个当然是 如果你血液当中储存的营养 很充足 那么就比较容易掉机 可是如果你正好是经常不吃早餐的人 你中餐正好是经常吃一些垃圾食品 经常吃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然后晚餐呢 各位 你可能不知道晚餐是什么意思 晚餐是指 在太阳离地球最远的时候 当地球没有什么热量 天气变得 开始有点温度下降 各位到晚上温度是不下降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体辅助的能量减少的情况下 身体消化食物的能力是大幅度下降的 偏偏现代人在晚上吃的东西很多 那各位有没有用过搅拌机啊 搅拌机搅拌食物是不是 在那一直搅拌 可是如果联系搅几分钟 那个搅拌机都会烧掉的 所以一般来讲 搅拌机是不是要搅一下停一下 搅一下停一下 可是如果你在晚上吃了很难消化的食物 通常你的胃要消化四到五个小时 才能够把那个食物消化完 你想象一下一个搅拌机 搅拌四到五个小时 损害是不是很大 也就是说当你的胃被迫 在你的身体能量比较差的情况之下 还要去消化很难消化的食物 那么它会消耗掉体内大量的能量 记住 你的身体在晚上的时候 本来能量就比较低 这是第一 第二 你是消耗了一整天到了晚上 你的能量就更低 第三 在这种状况之下 你需要去消化那些 大吃大喝所带来的 鱼肉豆 蛋 一大堆的那些难以消化的食物 这个时候将会把你体内的能量消耗殆尽 然后呢 最要命的是 很可能就是把你的能量消耗完了之后 食物还没有消化完 于是呢 残留的食物变成了毒素 所以很多人睡了一个晚上 到第二天一醒来 很累 头疯脑战 因为一肚子的毒素 以及食物残留 加上能量消耗完之后 没有办法得到及时补充 所以呢 如果你的食物当中没有足够的能量 当你的身体要从血液当中 调集这个能量的时候 就遇到困难了 可是 无论如何 它必须保住你的命 因为黑的一下 你必须马上跑 就好像我们走在大马路上 背后有一辆车 记忆地杀了一下 你必须马上跑 你不能回头说 跑还是不跑啊 你知道当年纪大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人过马路就有危险 因为年纪轻的时候 能量充沛 遇到问题 迅速做出阶段 跑还是不跑 停留时间多长 马上会做出阶段 可是年纪大了 养分不充足 能量不充足 时常遇到问题的时候 反应慢了一拍 可是遇到危险的时候 慢的那一拍 很可能都会要了你的命 对不对 所以 首先 应对压力的关键就是 要令到你身体 有充足的养分 随时备用 这里面我们要讲到 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许多人都以为 把食物吃到的营养 能够满足生理的基本需求 就够了 可是却不知道 现代人要应付的压力 比以前古代的人 多 不知道多少倍 以前古代的人 他可能走在路上 碰到一条蛇 碰到一只老虎 碰到一只猪 他可能会吓得要跑 应急 应付压力 可是现代人 用不着看到老蛇 在电视里就会看到 可是在电视里看到 身体一样会出现压力反应 因为你的身体 不认得那个是电视 只认得那里有只老蛇 因为你的大脑 认得那个电视 但是你的身体不认得 你的身体在古老的记忆里面 只要看到这个 哎呦 那你不用看到 你只要听到我描述一下 有条蛇 弯弯远远的 哎呦 你可能都开始 哎呦 紧张的感觉了 当我描述 有一只蜘蛛 毛茸茸的 爬过你的手掌 你可能开始已经这个样子 那这就是身体的本人 所谓本人就是 本人的对抗压力的反应 本人的保护自己的反应 本人的调集身体 剩下的所有的材料 来想办法 令到身体 逃离压力状态 古代的人 可能一天 这个不需要看新闻 不需要看政治 不需要看足球赛 不需要看这个恐怖片 不需要上班被老板骂 不需要这个 有很多复杂的道德观念 在相互冲突 不像现在我们看新闻 看很多世界各地的 不同的想法 所以 它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压力 可是现代人有 升不升工资也会有 上班走在路上也会有 所以随时都要应付压力 这就意味着 你所吃的食物 不仅仅要满足你的 基本健康需求 最重要的 是要满足随时突如其来的压力 而且 这里的满足 还不是指你身体的储存量 而是指你身体里面 容易紧急被调用的营养 那么 这个营养呢 在身体里面有几大分布 第一个在你血液当中 第二个在甘痰的储存里面 第三个在肌肉 还有一个是在 你的身体粘膜组织 一旦身体出现应急状态的时候 假设血液当中的营养不够用 那么身体就会找肝脏 去调用 肝痰 假设肝痰掉出来 还是不够用 或者不能够及时示范出来 那么身体就会找你体内的 粘膜组织调用 那这里涉及了很多的疾病 慢性咽炎 慢性脂细管炎 慢性的这个胃炎 然后呢 包括甚至肝炎 肾炎 这些所有跟粘膜组织有关的疾病 其实都跟压力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当你处于压力状态的时候 身体被迫会从这些 有粘膜的组织里面 调用某些营养 比如说蛋白质 比如说矿物质 都会从这个粘膜组织调用过来 包括关节炎的人的关节膜 受到的损伤 其实也是在压力状态之下 被身体调用 为什么身体会从体内的粘膜组织 以及关节膜这些膜组织调用养分来应急 而不是首先从肌肉呢 原因是粘膜组织细胞一般来讲 每七天左右就会更新换代 也就是说假设身体 把你的胃黏膜的养分调过来 暂时借用 一般来讲呢 七天之后就会有新的细胞 更新那个原来受损 所以理论上来讲 这种暂时调用呢 是不会伤害到身体的 麻烦的是 现代人不是暂时调用 而是调了不缓 不缓给身体 而且天天都在调用 不停的调用 所以慢慢慢慢 你的胃黏膜上面的养分 不停的被抽走 抽走之后 你的胃黏膜的保护层消失了 这个时候你的胃酸一分闭 就会刺激到黏膜组织下面的肌肉 这个时候你的感觉 就是叫做胃溃疡了 因为黏膜是一个保护层 可是肌肉呢 却没有这层保护层 当你的胃酸刺激到这个肌肉的时候 肌肉会被烧伤的 因为这个胃酸的浓度 其实非常高的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偶尔你突然之间反酸的时候 那个酸从这个咽喉跑出来 上面刺激的很厉害 有没有 所以当你的黏膜组织受到伤害的时候 下面的保护层就没有了 没有了这层保护层 于是呢 接下来的组织就很容易受伤 如果黏膜组织调用的养分 还是不够身体应急 那么身体就会开始抽掉肌肉组织 所以时间长了 你就会发现你的肌肉越来越松了 背后越来越松了 腰也越来越松了 屁股也掉下去了 这个其实都是属于身体长期在应急状态下 营养得不到及时补充 然后身体不停的损耗的一个过程 既然我们了解了压力 如果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压力化解 当然就是最好 可是呢 这不太容易做到 毕竟要让每一个人心态都那么好 都懂得及时放松 可能呢 一时半会还做不到 尤其是那些已经有健康问题的人 他们必定已经养成了长期的一种习惯 长期的可能处在那种压力状态下的一种习惯 所以呢 要让他们迅速改变很困难 唯一的办法呢 就是想办法改变他的这个食物结构 增强他的生命力 使得他对抗压力的人力逐渐的提升 令到他在压力状态下所受到的损伤 逐渐减少 打个简单的比方 比如说这张桌子 如果呢 需要长期有人站在这个上面 假设必定要有人站在这个上面 造成压力 那么我们没有办法 只好怎么样 只好想办法增加这个桌子的强度 所谓增加这个桌子的强度的意思 就是把这个桌子的制造材料 强化 使得他对抗各种压力的人力 大大的提升